血管健康寿命长 血管不好,腿脚会有变化 秋冬天养血管,做好三室 人体内有大大小小的血管,虽然我们看不见 但它们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血管好,血液才能正常流通,及时供应给各个部位维持其功能 如果血管不好,变硬了,堵住了 就会血液运输的通道就堵了 对于五脏六腑乃至生命安全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一个人的血管好不好,身体是会给出信号的 不妨看看腿脚,对照自查一下 若有以下这几个表现,或许就要注意了 早点学会养护血管,在秋冬天做好三件事 接下来就具体为大家介绍下 血管不好,腿脚会出现哪些变化 变化,走路时疼 血管好的人,血液可以及时供应到各处 走路时一般不会觉得脚疼 但若排除了脚部疾病 走路时总是感到腿脚疼,需注意 血管堵住了,供血不足 局部细胞供血供养不足 走路时可能就会引起疼痛 走路时一瘸一拐的 身体不平衡 变化,发麻发凉 血管好,血液流通顺畅,四肢一般是温暖的 但如果它里面有比较多的斑块,就会变窄 堵塞 血液循环就会不畅通 腿脚就容易发凉发麻 还可能会伴有僵硬感 经常如此,别总以为是自己做的时间久了引起的 变化,发肿,如果没有久坐久站,及时休息后也没有得到缓解 要注意血管问题,特别是对于45岁以后的人来说 更要注意,年龄在增长,血管也在老化 若平时生活习惯不好或者已经患有高血脂等疾病 血液更容易粘稠,增加下肢静脉血栓风险 进而就容易引起腿脚肿胀,一按一个坑的表现 特别是对于已经患有三高 或者长期吸烟饮酒,肥胖的人来说 血管相对更容易出现异常 平时腿脚如果频繁出现这些变化 需要加以重视早点养护血管 已经立冬了,气温逐渐下降 冬天气温低,血管会冷缩 这个季节是心血管疾病比较高发的季节 更要注意保护血管 想知道自己的血管健康情况 不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可以大致有个了解 一,平时喜欢吃肉,尤其是红肉和加工肉制品 二,平时活动时经常感到凶痛凶闷 三,记性不好,经常健忘 四,血压,血脂,血糖超标了 五,平时情绪不好,经常生气,焦虑 六,抽烟喝酒 若你的回答都是没有 那么恭喜你,你的血管好像还算比较健康 若肯定的答案比较多,建议要多注意 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比其实际年龄要大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了解 想要明确知道自己血管健康情况 建议大家及时检查下 秋冬天是新血管疾病爆发季节 养血管,下面三是建议大家要做好 第一件事,冬天要注意保暖 秋衣秋裤,有的地方也说棉毛裤 可以拿出来穿了,帽子围巾也可以拿出来了 尤其要关注头颈部,腰腹部,膝关节,脚部等这几个部位的保暖 无论男女,提醒一些朋友们不要过度秋冬 天气变化明显时要及时加一 防止感冒,如果血压比较高,更需注意 第二件事,冬 天冷了,有时还会下雨下雪,出门运动不安全 所以秋冬是合家里蹲,并不是想要血管健康,适度运动很有必要 冬天也要运动,对于老人来说 散步是补充的选择,建议和家人一起 运动时要在宽阔,路面平坦的地方进行 记住不宜过度锻炼,走到身体微微出汗就差不多了 此外,老人运动时特别要注意安全,要预防摔倒 第三件事,保持心理平衡 冬天比较萧条,有的老人因患有疾病未能扛过去 对于不少患病老人来说,可能到了这个季节 会不安,担心,容易想些有的没的,情绪不是太好 但心理健康对于老人来说很重要,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 保持心理平衡,不要整天皱眉叹气 这也有利于血管健康,降低风险 秋季,天气变冷,很多人发现自己黑眼圈更重了 嘴唇舌头都发暗,还总是腰酸背痛,肠结结 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就要看看自己身体的某些地方是不是堵了 中医认为,不通则淤,淤则堵,堵则痛 早在《皇帝内经》中就说过 经外者,所以行血气而迎阴阳 如筋骨,立关节,也经外是气血的通道 气血通过经外流往身体的各个地方 从而帮助如润筋骨,华立关节 因此,气血通,百病除 如果经外出现淤堵 就好像本来畅通的水龙头在某个地方出现了堵塞 当水流经过这里的时候,水就会变小 如果完全堵住,那一滴水都流不出来 这个时候,气血就不能正常运行 身体被堵住的部分就得不到气血带去的营养 体内的生态环境会越来越差 各种淤堵的症状也就出来了 表现在头脸上 肤色暗沉,没有光泽 女性容易长斑点 看起来面部发黑 有黑眼圈 嘴唇发暗发子 还会出现头痛 特别是容易偏头痛 表现在胸部 乳房痛 内部脏痛 时间长了 容易有肿块节节 表现在脾胃 容易脏气 消化不良 出现便秘 恶心呕吐等问题 表现在腹部 女性容易痛经 月经也会凉少 颜色暗 容易出现小肚子 腰容易酸痛 表现在四肢 手脚容易发凉 有时会麻麻的 还会关节痛 当身体出现这些问题时 就应该考虑 及时疏通经络 保证身体的气血运行通畅 导致身体出现淤堵的原因很多 但身体出现淤堵 多是寒邪跟湿邪导致的 因此要疏通 就要解决寒邪和湿邪的问题 寒邪的特点是寒冷 收饮 凝滞等 秋季气温变化大 一冷一热 容易着凉 加上还会开空调 或者贪吃生冷的东西 这些都能导致寒邪入侵 寒邪容易损伤人的阳气 阳气缺少 温序身体的力量减弱 加上气血欲寒则凝 气血流动的速度变慢 就容易出现淤堵 气血运行不畅 不通则痛 所以疼痛是寒邪入侵人体的常见表现 一般会出现头痛 颈椎痛 肩膀痛 关节痛 痛经等问题 这个时候需要以热温汁 跟风寒感冒发汗同样的道理 温序体内阳气 赶走寒气自然就气血通畅 到秋季可以适当吃些温热平补的食物 日常喝些姜枣茶 红糖姜茶 人参桂圆红枣茶就很合适 人参补气 滋补五脏 红枣溢血氧胃 枸杞补肝肾肾 桂圆补气血安神 玫瑰散干玉 一起泡茶 温补身体气血 洋气